多家国际银行争相聘用中共高官或者是企业高管子女的内幕 日前被美国媒体曝光 这些中共的官二代 富二代掌握了芝麻开门的口诀 让这些国际大银行打开了一扇扇在中国经商的大门 这里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 全美最大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的一份邮件 在成交给美国政府检查后曝光 内容是中共政部级官员保监会主席向俊波 2012年6月在纽约会晤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米杰戴蒙时 要求对方雇佣朋友的女儿 当时摩根大通正设法从中国保险公司获得有巨额利润的业务 而保监会主席向俊波监管那些保险公司 这名年轻女性后来获得了一份摩根大通的全职工作 而摩根大通随后至少获得了四笔与中国保险公司的交易项目 大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经济学者指出 国际大公司乐意聘用中共高官子女 源自中国社会经济特有的发展特点 中国由于这个公权很强势 所以资本愿意依服于公权 外国大企业如果能够接触官僚的裙带 全是能够跟权力固结在一起 享受寻租就方便 中国的官僚体制就是设立租金 外国资本去寻租 养者各自其所 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这位大陆经济学者透露 当前中共有很多部长的孩子 亲属都在外国大型的企业银行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管 据海外媒体报道 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孙江志成 曾受雇高盛集团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长子李旺之 曾被花旗银行雇用 美林证券曾聘用中共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少东 任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此外 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光大集团主席唐双宁之子唐晓宁 以及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希希 都曾被摩根达通雇用 那凭这些人实际更多的是 我美公司来不成为那一种暗中交换 想获得一些更大的利益 就是说我雇用了你的子女 那我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一些不可能的或者有困难的 现在都变成可能或者困难就解除了 目前雇用中共高官和大企业高管子女的国际大银行 已经被海外媒体曝光的有 摩根达通银行 花旗银行集团 瑞士信贷集团 德意志银行 高盛银行控股公司集团 摩根士丹利金融服务公司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 因为是中共的权贵来把持的最高权力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来称国切为己有 所以想做中国这个生意的话 那么他们只能是走这条路 去接受中共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权贵 摩根达通从2006年就设立了一项名为子女的招聘项目 专门聘用中共高官和企业高管的子女 近2012年到2013年 摩根达通就和中国大公司成功合作多次 如摩根达通作为中国人保集团 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之一 担任中国太平投资有限公司 2.97亿美元债券的联合主发行商 担任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收购太平集团数家子公司股份的顾问等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是打破刀的底线 搞运动搞迫害 改革开放在刀的底线已经被破破之后 搞市场化搞了35年 同时我们的法治环境也特别差 对这种明显的通过群带关系来获利的行为 没有制约高官带头这样做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查 美国多家投资银行是否为获高利项目 有意聘用中国高层官员的子女和亲属 因而涉嫌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规定 贿赂案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 是政府官员的参与 美国监管部门的监察重点 是查明美国大银行所合作的中国私企 是否实际上是政府间接持有股份的庞系企业 如果属实则违反贿赂法 美国政府可能会起诉个人或银行 我们这个就好了 需要的消息 想通过去 以前我们需要安排 这样 我可以复杂了 我可以复杂了 我们一起衣服和几条件 我们一起衣服和赤银行